试图戒选 但外界还是预料 普京会再度取得6年的任期 代宣带我们来了解 没错 俄罗斯的为期三天 总统大选到今天即将落幕 因为莫斯科时间是晚台北时间 大约5个钟头 也因此在台北时间晚间的时候 莫斯科或是其他地方的投票站 才会陆续结束投票 展开计票作业 当然外界还是预测 是由普京会以压倒性的高处 继续连任 不过其实这两天 俄罗斯进行大选的时候 有不少的内外 都有不少的状况传出 包括像是俄罗斯西部 靠近乌克兰接扰了贝尔哥罗德 就传出是遭到乌克兰的 8枚的火箭弹袭击 总共是造成一男一女 共2人死亡 3人受伤 而且是在乌克兰 俄罗斯占领区的扎波罗尔 也传出有乌军炮击 当地的投票站 甚至最近乌军 是不断是发动无人机来袭击 俄罗斯境内的重要炼油厂 这些炼油厂都是在国内的 产能占比大概45%左右 都是非常重要的炼油设施 其实从远方看 就可以看到这些炼油厂 因为失火的关系 冒出了熊熊大火跟农业 当然俄罗斯就指控 这就是乌克兰 以武力戒选要来干扰选举 专家也指示说 其实这样的方式 就是要让俄罗斯民众 记清楚战火就在他们身边 要他们不要再继续去投普清 要做出正确的抉择 甚至连普清自己也宣称说 这就是乌克兰的戒选行动 不过还有专家也指出说 为什么乌克兰要打击 这样的炼油设施 另外就是要为了一石二鸟 要来断绝俄罗斯的重要的出口 也就是战争资本 其实我们要知道的时候 普清目前选举在国内上 在国内也有很多反对派 甚至还有不少的民众 他们是敢怒不敢言的 他们也只能够透过 干扰选举的方式来表达不满 像是俄罗斯境内就传出说 有投票所遭人投掷 汽油弹 送火 还有人把不明议题投入 倒入了投票箱的票轨里面 要加以破坏 但是这些通通都是零星的 这些意外 都没有办法阻止 整个俄罗斯的大选的进程 其实我们知道是 在选票上不仅有普清一个人 是还有另外三个人 跟他一起竞选俄罗斯总统的 这三个人分别是第一个 就是民族主义者斯鲁刺激 还有共产党员哈利托诺夫 以及一个商人从政的新秀 叫做丹凡科夫 这三个人 其实他们在意识形态上 都跟总统普清是一模一样 而且通通都支持俄罗斯入侵乌克兰 人权团体就痛疲说 这三个人根本就是俄罗斯 为了营造民主选举假象 而推派出来打假球的假球员 还说这都是为了 要维持普清统治的正当性 才出来选举 当然一定最后还是由普清高票 压倒性获得取得第五个任期 每个任期是六年 换句话说 普清很有可能继续执政到2030年 总共会执政长达30年 这已经是比史达林 甚至在历史上 18世纪的凯撒林大帝 执政的时间还长 恐怕是俄罗斯史上 执政最长最久的男人 主播 好 马兴奴转到美国去 那么美国媒体踢爆 亿万富豪 这马斯克旗下的SpaceX 跟美国的情报单位 签署了秘密合约 要打造一个由数百颗间谍 卫星组成的强大网路 如果这一旦成功的话 可以让美军快速锁定 全球任何地方的潜在目标 真的是这样吗 我们再来持续请教带轩 比如说这个SpaceX 马斯克旗下SpaceX 其实日前大家也才看到说 他们在进行第三次的新舰发射 发射是成功了 虽然没有照预期返回地球 但已经是重大突破 现在SpaceX的主要业务 除了是要打造能够回收的新舰之外 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业务 就是大家广为认知的星链 由数千颗低轨道卫星组成的通讯系统 还有它的军用版星盾 除了这两个业务之外 难道SpaceX 其实也是以下在进行 所谓秘密的任务 不为认知的任务吗 这是由路透社的报道说 美国的情报单位 国家侦察局 National Reconnaissance Office 他们就跟马斯克签订了 18亿美元折合 570亿台币的这样的秘密合约 要委托马斯克来打造的 由数百颗的间谍卫星 所组成的间谍卫星网络 报道中是没有提到说 这些卫星是有什么实际的功用 但是推估至少 它会有从高空中 监控地表成像的这样的功能 合约中还提到说 这些卫星如果透过了数百门卫星 进行全面的监控 将会没有任何的死角 全面的监控地面的状况 可以让美军在快速的 非常迅速的情况下 到任何部署在任何一个地点 或是在任何一个地点的 潜在威胁进行打击 都是没有任何死角的 这让我想起就是去年 有一部美国的好莱坞大片 叫AI创世神 里面就有一个是由美国打造的 像太空船一样大的 同步的低轨道卫星 就是能够静地去扫描地表上 任何的威胁揪出恐怖分子 虽然说现在美军还是没有办法 打造这么大型的这样的卫星 但至少数百枚卫星的视野会更广 而且同步扫描的话 其实效果恐怕也能达到 类似的监控效果 其实根据这个报道指出说 目前到2020年到现在为止 已经有12枚的原型卫星 已经透过SpaceX的 猎鹰九火箭是升空了 当然现在报道也指出说 这也代表说现在美国政府 不管是情报单位还是军方 其实对马斯克已经SpaceX的 都是越来越信任 甚至达到信赖不能够少了 他们的依赖的地步 那就是因为现在现代战争 形态已经完全改变了 在乌尔战争大家可以看到说 星链服务对前线视频 光是网路服务对前线视频来讲 就是非常至关重要 侦查或是沟通上的一个 非常重要的工具 不管像是美国跟中国大陆 都在积极打造他们自己的 军用的星链版本 也因此现在其实 不管是美国这个情报单位 或SpaceX对这个秘密计划 通通都是不与置评的 都没有加以证实 也不确定是不是有其他的公司 加入了这个秘密的计划 主播 好 我们谢谢戴轩 带来的国际新观点 那么我们休息一下 广告就会回来 要带您一起来关注到 在基罗有名公车司机 紧急刹车造成老翁重心不稳 那么结果他摔倒在地之后 这名司机也没有去帮忙 引发了许多争议 广告回来之后 带您一起来关注